你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自制沙虫水 这是我种的魔鬼辣椒 巨辣无比 要戴着手套 要不然人受不了 秋天的时候 因为这辣椒太辣了 没人吃 我就把它穿起来 晾干了 我现在要用它做一些辣椒水 然后把它剪成段 以后放到锅里煮 超天椒没有魔鬼辣椒辣 多放一点也可以用 煮开以后就关火 然后把它自然放凉 已经凉了这个辣椒水 这个再过滤一下 把辣椒过滤 我煮的少 这个浓度比较浓 要小心点 辣椒水也很辣 喷了上边 它有一些就掉下来了 所以要把这土也喷一喷 喷过以后 试一下效果 掉下来了 看这大部分虫子都死了 这还有一个是活的是死的呢 看一下 看已经死了 不动了 但是可能有漏网的 那么今天需要再喷一次 喷过两次辣椒水以后 发现还是有活着的 看来这虫子还是有不怕辣的 看它的爪一直在动 把辣椒水兑千分之一浓度的厨房洗洁精 光是辣椒水不太好使 不能全杀死 要兑一些洗洁精 又喷了一次 这次的效果非常好 看一看 不动了 如果要是活的话 它的腿会冻的 茄子叶上面有这种黑色的小虫 它能飞能跳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 问了朋友 说叫地格子 有的虫子就逃跑了 这个跑不掉的 它就死了 看 在这 在这 所以喷一次不行 还得继续喷 明天再喷 连着多喷几天就都死掉了 这是我的玫瑰花 昨天我喷过沙虫水以后 今天一个虫子都没有了 叶子尖的地方让虫子给咬得很厉害 今天都没了 看这里头有没有 哎 这里也没了 这一条菜青虫 这一条菜青虫 在这边 这还有一条 这个三条菜青虫 试一下效果 都开始动了 菜青虫原来是不动的 喷上辣椒水以后 看看 都动起来了 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 瞬间不到一分钟就都死了 非常有用 自制的沙虫水 我又用来试一下对付这种虫子 我不知道这种虫子叫啥名 看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的小菜园也有一些虫子 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也请您给我点个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